总观东西方探索现代化途径的漫长历程 如何从文明更新的角度理解新中国的探索 近日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资深研究员 中国文明和中国道路研究中心主任谢茂松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表示 中国是世界文明史上唯一的连续未断裂的 原生道路文明 给世界提供了最为完整的文明发展样态 谢茂松认为 新中国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文明传统 把厚德在务与自强不息两种文明品性结合起来 走出古为经用 扬为中用的道路 天行见君子于自强不息 这个自强不息就是你的文明主体性 中国一直有一个独立自主精神 第四昆君子于厚德展物 所以中国有这种学习精神 但这个学习精神是以我为主 古为经用 扬为中用 把文明两种品性结合在一块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新中国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继承发展 以人为本等思想主张 充分调动人民的力量 另一方面 在以我为主的基础上 展开对外学习 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比如说学习当年苏联一种现代经验 也学习欧美现代经验 但同时又以自己为主 对这些有一个消化 又深深地理解自己的文明根性 就是社会主义跟中国儒家 以及其他各家的一种深刻的关联性 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 是有高度原则性 以高度的一个灵活性的 谢茂松认为 正是今天中国面向未来的 新文明的想象力 要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的文明意义 突破简单的以政党 尤其是套用西方的政党 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限制 在我看来 中国共产党 它创造了一种新文明样态 它是为下一个500年 提供新的文明想象 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百年大的 它有一个 就是对中国文明传统的一个继承 有一个转化 然后同时有对一个 西方文明的一个学习超越 然后它是笼住 古今中西马 为一体的一种新文明 中国共产党是文明行政党 本身也将形塑新文明 进而成为新文明 谢茂松认为 未来农业文明 工业文明 数字文明 生态文明 将融住于一体 我们将创新农业文明思维 善用数字化技术 不断发展新的工商业 走向新的现代化征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